学家发现所有动物 所有生物 他们的情感 他们的爱是有差别 是跟着血缘关系出现等差的 比如父母爱儿女是最强烈的 兄弟姐妹之间是其次 严格地讲 父母跟儿女只有50%的基因同行率 因为父亲贡献基因50% 母亲贡献50% 所以每一个孩子的基因结构 跟父母在血缘上只有50% 那么为什么父母爱儿女 远大于儿女爱父母 或者兄弟姐妹之间这个爱的程度 是因为爱的施加只有这样不对称 也就是父母爱儿女爱的心更重一点 物种才能得到传承 因为任何生物的幼崽状态 是需要长辈呵护的 否则他活不下来 于是在情感上 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情感最重 以后就是儿女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其次 然后才是表兄堂弟 再下来才是外人 这样的一个系统 爱是有差别的 在血缘结构中 甚至在你的基因组型中 你的爱绝不是均等的 这叫爱有差别